美国心脏协会年度会议新公布婚姻对心脏健康的影响数据 并且从生理学角度观察心脏病是否真的与精神健康有关系 而答案是肯定的 研究人员在追踪了大约1600名心脏病患者 并在他们发病之后的一个月向受访者询问婚姻健康状况 其中高达有三分之二的受访病患表示 曾经经历婚姻关系危机 而且这种期待改善的状况 还曾导致他们夫妇二人彼此都感到胸痛与头晕 此外新统计还发现 因婚姻压力过大导致出现心脏疾病的夫妻中 女性比例占到40% 数据明显高出男性的30% 也就是说女性更容易受到婚姻状况的影响 而导致健康严重恶化 这项研究的调查人员希望 人们能够更加关注夫妻彼此的心理健康状况 因为后续研究也发现 在改善婚姻关系之后 夫妻两人都可以提高心脏病的康复几率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 夫妻三人都可以提高心脏病的康复几率